这个就是我们的冬餐早餐了 我比较喜欢吃何吃的粉 都是比较滑 顺滑 这边的粉好小一根 它是比较薄 应该是手工做的 肉了吃牛排骨了 那个药还在用啊 为什么好奇怪 又弄腰不能吃牛肉吗 牛肉是发的嘛 好吧 我们买的菜 还有这个排骨 一个人够吃了 我们吃牛排骨 一个人够了 阿姨还在聊天 阿姨走了吧 回去了吗 在网手机 刚刚我问了那个阿姨 她说是她的小儿子 她说要把她的小儿子介绍给你 你们现在聊的怎么样 这几天没有聊天了 怎么会没聊啊 这几天不是看你们都在聊天吗 没有 前几天再聊一下 那你感觉她人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真说不上来 是阿姨她们挺好的 还有大叔她们 是吧 阿姨她们说真的条件也可以 就是钱呢 肯定也是不缺的 你看她们几百亩的 骨干啊 砂糖菊啊 还有 她又是老婉娘的姐 这真的还是可以啊 家庭条件 应该还可以吧 只是她说她儿子比较内向 可能跟你也比较内向 啊 吃过了 我们吃过了 我们刚刚吃了粉 你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她们 你卖的这个啊 他们这个名字 啊 我 叫小妹吃啊 嗯 你都不叫我们的 哈哈哈哈 阿姨我 吻子多吐情的吻子 对了 这个没吃 等一下再吃 我以为叫我吃饭了 不要吃 哈哈哈哈 有腊肠啊 大根的腊肠 你们没吃过那么大根 我们在王家拿回来 他们就拿回来 哦 王家他们 你们自己拿回来了是吧 嗯 他们就拿回来给我们这个人 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大家在老家 小儿子吧 哦 就在这里啊 嗯 在老家的 嗯 刚回来 那个老家有老人 不在 一起了 大根回来的 嗯 我也回来啊 明天我又有委屈 哦 哈哈 你看看 你看看 可以让小莲 哦 去见一下吧 嗯 嗯 你喜不喜欢小莲 行吗 我说的 我爸爸前进我的 我 哈哈哈哈 明天等哪天 小莲有时间去见一下 对呀 小莲有时间去见一下 嗯 我前几天还在跟你小儿子聊 他说 嗯 他说 阿姨 我妈 蛮喜欢的 你 你比较可爱 哈哈哈哈 对呀 可以了解一下嘛 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陪你 去吃个饭也可以哦 哈哈哈哈 对对 对对 自己等着 去吃饭了 嗯 不饿了 不饿没事 不饿不理他 小儿 不饿了 不吃就不饿了 小儿子减肥 哈哈 小儿子减肥 下午还要去果园吗 呵呵 去果园了 你呀 家里不去 家里不去啊 嗯 都有 我这几天 我们都是去你们 砂糖局那里摘果子吃 哈哈 摘就摘 哈哈哈哈 无聊 我不知道干嘛去 对啊 摘就摘了 我不住